嘿喲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瑪莎爾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由於最近競技場大失賽也是準備要來捲行了 應該算正確來說是已經開打了 那Jodan這場在天梯上打了 那可能他在另一些瑪莎爾的大招之類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瑪莎爾有沒有在競技場有一些新的理解 好 那我們就先來加速一下 競技場這樣地圖前期不會有太大的交戰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配置就好了 這個配置的部分比較重要 大家如果要學一些高手的競技場配置 我覺得是蠻有用的 基本上前期你不會被騷擾 你有這個圍牆 其實你的出生地是蠻安全的 Jodan這邊是配了四孖 其餘都是採肉吃的 然後採果子 然後這裡有細節喔 這邊第一隻村民先去採果 然後後面的村民 這個七個肉的就不注意採 先來敲 然後讓這個村民再繼續吃果子 這樣子蓋模仿的人只需要一個 就是不會兩個人多敲 就造成另外一個人 沒有辦法採果子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這邊四樓出去探圖 但這邊由於被對方先生奪人 先打3滴血 就等這邊不能繼續應戰 到別的地方繼續探圖 這邊探圖的用意 主要是要找這些礦產資源 還有這個聖物的位置 待會出去控圖 就知道大概要控哪些地方 是比較重要的 木頭這邊一樣四個人 一樣補肉 這邊補到六個了 上面還有一個 第二個伐木場 這邊直接配了五個人吃果 這裡本來是來蓋房子 直接在補 這裡補到六個人吃果 這麼多 然後木頭的話大約是七個人 七個人之後 其他一樣是吃肉這些的 24P25P的時候去補下黃金 然後木頭補到四個人 兩邊都是四個人 總共八個 八木二金 然後其他都是肉 這樣記憶就很好記憶 木頭直接補到十一個 補到這麼多 這裡有兩個 應該是九個 這邊這裡木頭需要多一點雲 是因為待會上封建Style 需要蓋這個市集 或者是冰工廠的關係 那這邊有先下Gino 有可能要先下馬舅 然後配冰工廠 或是市集都可以 這裡會下一個馬舅 然後再下一個什麼東西呢 市集嗎 OK 市集 那下馬舅的原因是 要來打城堡時代的刺猴 這個輕騎兵喔 要來搶生物的關係喔 兩邊都是一樣的開局 好 撐到城堡時代 這邊補下一級木 一級農一級木 趕快補 OK 趕快按 那有一些人說 誒 競技場有些人會先點一級木 到底是不是好事喔 我個人的觀點 是覺得競技場一級木 不需要這麼早點 因為真的 比較晚點的話 像點完城堡時代 再點的話 比較好 拼時代拼得贏 不然你點這個一級木 很容易讓城堡時代就輸人家 這邊上城堡時代非常早 這邊有三隻獅頭 直接先出來探圖 順便先打對方的獅頭 打到殘血 好 兩邊都是14分以內上城堡時代 都是非常標準的一個 極速城堡開 這邊第一時間就要下修道院 然後槍兵也要按一下 槍兵可能按個幾隻 會比較好 那這邊的話 盡可能的話3TC開出來 那如果是有下修道院的情況下 就是2TC就好 3TC很容易斷存 那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 先去偷個二級木比較好 但如果偷二級木的話 很容易造成你的赤猴 赤猴量會輸人 所以通常如果你去點二級木的話 就需要去按槍兵 槍兵可能要多按一點 但是槍兵多按一點 會顯得比較被動一點 所以會比較建議二級木 找機會點 但不是上城堡時代的初期 去點東西 因為我們通常的阿拉伯觀念 都是上城堡時代 二級木就要先點 但這邊兩邊都沒有點 非常聰明 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把你的肉碼數量給標起來 那如果你不標肉碼數量的話 就是要去標這個長槍兵的數量 這邊清洗兵只會去探一下城門 但城門早就已經放回一個生物了 那Jordan這邊也是拿了一個生物回家 目前看起來Jordan這邊是比較優勢一點 三個生物都是離他架比較近的位置 那越南這邊可能只能拿到兩個生物了 那對手有出槍兵 看起來他有意識到這一點 他可能待會要來拖經濟 所以刺頭沒打算出這麼多 待會是打算用槍兵來防守自己的生女 這邊刺頭拉回家 後面用生女稍微招翔一下 這也稍微奶一下 那目前可以看到 對手這邊打的算是偏被動一點 防守型的 這邊再招一次 但是這次刺頭可以直接硬打沒有關係 因為只要兩刀可以砍死一隻 哇刺頭完全沒有被招翔到 直接被反殺了回去 這邊再順利的撿了一個生物 哇靠Jordan直接撿對手最遠的一個生物的距離 他們這邊打得非常的硬 這個如果是我就不敢這樣打 好這邊刺頭直接硬上 吃掉了一些槍兵 Jordan也是按了槍兵來打 OK那這盤交換結果的話 Jordan是比較佔優的 雖然自己的生女倒地了 但已經離家裡很近了這個生物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待會上面這個生物趕快拿走 這最重要 好 塵帽斯蛋應該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就先再加速一下 這時間點就差不多會去點二級目 跟二級農 二級農的話可以其實不點也沒關係 有些人會到了點地獄室代之後 才點二級農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因人而異 但我個人的觀點是 這個時候去點就差不多了 尤其是你第三個TC下了之後 你的農田需求量會更大 這時候你的第一片 第一輪的農田也差不多快到四萬了 有可能已經撒第二片了 但我覺得這時候點其實也不會太虧 但如果點二級農的話 有個缺點就是 他上城堡時代會再更晚一點點 上帝龍時代 糾正一下 口誤有點多 那帝龍時代如果真的要飆的話 急速上帝龍才需要這樣打 那一般的開局來說的話 7.2級農也不會太虧 這時候還是要把這個戰術講得比較詳細一點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點跟沒點 不是沒什麼差嗎 事實上 在打一些急速開的時候 差別還是蠻大的 哇這邊 森鯉沒有點神聖思想的關係 一直被砍兩刀就死了 直接死了兩隻森鯉 有點虧 最後這邊打得還算蠻漂亮的 好投車直接開閘 這裡沒有打分身 到電影實在在打 反正是城堡中期 就直接投車開閘 相當早期喔 好這邊換得不錯 Jodan這邊直接換掉 這邊第一時間 投車出來沒有先給他來一發 也有可能是Jodan這邊往後走的關係 所以投車也是往前多走了一個 造成這一發投車沒有砸出去 好投車砸一發 OK 那這樣換起來就不虧 這裡來修一下 Jodan這邊的進攻 稍微被阻擋一下 空了一下對方的石頭 那這邊可能進攻的想法 是因為這兩邊石頭 都在前線的位置 對他覺得這樣子打他比較賺 因為他裡面應該是沒石頭的 照競技場這個地圖 支援分配 裡面是沒有石頭的 他如果這邊打投車車強攻的話 就會控制到對方的支援 這個是相當聰明的做法 因為上帝王時代的話 對方城堡比較慢蓋出來的話 那他上帝王城出 就有這個城堡巨頭的數量優勢了 好就等這邊 比較慢上帝王時代 對手反而是先上了 這裡補下一個拇指環跟公兵鎧 這邊再砸一下 給血量補一下 OK 可以打回馬扎爾人 就可以打他的這個強大的馬攻 要是他這邊是先點戰毛兵 先點毛兵防守 這個挺有意思的 因為通常玩馬扎爾都想直接標到這個 他最強馬攻路線 那這個時候轉毛兵 確實可以很好打對方的奴兵 畢竟越南人的這個單位 這個血量加成 這個...這個怎麼講 射箭場裡面 不管出戰毛兵啊 或是出奴兵喔 血量都是特毒的那種 42滴血 哇 直接升帝王戰毛 奴兵版反而沒升 加4 42滴血 其實還是很多 但是其實... 只要Judon這邊 只要研發中頭的話 這邊還是可以一發 打倒這些奴兵跟戰毛兵的 所以其實也沒那麼的害怕 但是輕頭來說的話 打起來就會比較有一點難打 好 那目前越南有帝王戰毛的優勢 不管是傷害還是血量 都是贏目前 Judan這邊的戰毛兵 這邊因患來說的話 應該不會太差 但是越南這裡沒有打算要理他 這邊稍微減速 稍微要打後期啊 好 這邊火炮砸下來 哇 你看這個火炮 打一坨兵的時候 效果非常好 直接倒了一整排 好 火炮繼續拆前線 但是Judan這邊轉出了馬扎爾標奇兵啊 這個單位只要研發銀罐之後 是不需要耗費任何黃金的 其實不... 不... 研發銀罐 也是可以直接造的 因為這個造價也是非常省 記得只要十幾塊吧 還二十塊左右而已 記得比這個劍平勇士還省 是不是我記錯了 呵呵呵 記得這個... 馬扎爾標奇兵黃金喔 以前跟現在的黃金需求量 好像有改過的樣子 最早期的版本我記得是... 比較貴一點的 那他最近這幾年的版本 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好 這邊等一下 馬扎爾的精銳標奇兵的升級 還等下鐵開甲 三方也補不下了 這邊九十滴血 看這個馬扎爾標奇兵血量很多 升到精銳我記得血量會再多一點點 血量再多一 他多得十五滴血 然後馬扎爾標奇兵攻擊還再多一加一 這邊正面一打有個優勢喔 因為馬扎爾標奇兵不需要黃金的關係 而且打工程系有外傷害 所以這邊打火炮血量會掉得非常高速的喔 哇 你看這些火炮直接被點掉了一台 然後這邊直接吃到城堡的傷害 好 雖然這邊損失了非常多的標奇兵喔 但還好損失的只是肉而已 但這邊損失這麼多的馬扎爾標奇兵會有點尷尬 因為隊友還要再補一下 那就一位找他自己的馬弓喔 重裝馬弓可能會再更晚點一下 重裝馬弓是需要吃肉的 OK 這邊硬點一下重裝馬弓更安全戰術 OK 但是越南這邊進攻的攻勢 並沒有更強烈一點喔 因為由於城堡開得比較晚一點的關係 所以這邊巨型頭司機沒有選擇生產 而是選擇打這個火炮 他這個判斷也是相當正確 雖然現在石頭空了回來喔 還是要思考要不要轉這個巨型頭司機會比較好 畢竟巨頭的殺傷力穩定性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點下紙幣技術 越南這邊紙幣技術點下去之後 大概現在57隻 伐木工的話 大概就是約三個生物的黃金的跳量 所以待會這邊 越南這樣上的話 就跟Jordan這邊是差不多的黃金的 這個產機了 產出的黃金數量 這邊村民一直瘋狂抖動 細節打頭打滿但是還是死掉了 所以我只剩三村而已 這樣一隻空村民到底是好也是壞呢 耐人尋味阿 就在這邊點下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投擲範圍 OK 這邊瑪扎的標識兵再次上前硬督 哇 這個督起來相當舒服阿 工程器快速就被打倒 巨鏡頭刺激也是 但是手下來 這就是巨頭優勢嗎 血量比較多 可以督得比較久一點 這邊打算使用馬弓上前硬打 用一些七七兵過來 還是最後解掉 村民來不及維修 三隻後面直接看著巨頭發呆 好 就等這邊的肉量來到60了 但是如果要打標齊兵的話 我覺得再標70肉也不會太鹹多 那這邊支援分配就會顯得比較重要 黃金也不能太少 肉也不能太少 這個肉跟黃金的比例 還有這個木頭的量 都要稍微拿捏一下 畢竟現在出馬弓也是需要點木頭跟黃金的 那馬大標齊兵是需要大量的肉 好 但就等這邊三公三毛都點下 馬炸標齊兵跟馬弓 都已經達到最高的一個數值了 7加5 馬炸標齊兵再次嘗試前進 想要突圍這些火炮 但火炮直接被擊兵捅爛 還有這些強弩跟帝王戰狼 帝王戰狼現在數值非常好 攻擊力4加4 遠防9 就在這邊必用你的下水餃 這邊把這個攻防點一點 原來這邊直接打一個 極兵配垃圾戰矛強弩路線 然後再配點火炮巨頭 混搭策略 工程器混搭策略 但是這裡會有個問題 他沒有一個主要的攻堅單位 雖然極兵防守來說不錯 但是進攻來說還是有點缺乏了一點火力 越南這邊可以考慮點個銀罐 然後去轉出自己的大象 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越南大象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 雖然對方可能會遭響掉 但是數量一多的情況 其實Jordan是不太好處理的 目前打正面來說的話 Jordan這邊馬弓數量雖然很多 但是對方定用這種硬點的話 自己馬弓還是損失的非常快速 這邊馬炸標誌已經再次上前硬都 這些巨頭雞還是都掉了 哇這邊可以都掉三台嗎 哇靠三台都被都掉了 哇這個打得非常漂亮啊 Jordan這個標誌比數得非常好 但自己的馬弓數量也是銳減了一些 這邊繼續打馬弓 好像越南這邊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優勢喔 畢竟他這邊地圓站毛 地圓站毛是比較便宜的價格 雖然巨頭石一直被拆喔 所以現在有點兩邊五五開的感覺 但目前我覺得面表如果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越南這邊有點小虧的感覺 因為巨頭石跟火炮的黃金需求量 是比馬弓的需求量是更高一點的 雖然不知道面表上面顯示多少 但十之八九越南是比較虧的 好就在這邊點下了中型頭石機 準備要來突圍這一坨單位了 這個要是砸到一發大碗的 這個級兵跟戰毛兵強弩 會損失慘重 就在這邊還服下三級龍 把自己競技打到最好三龍三木 但越南也是有三龍三木 在競技場來說 三龍三木是蠻強的一個經濟科技的 好這邊大量級兵直接正面想要硬擋 這邊又想要硬拆巨頭 好像又拆到了 哇越南這邊應該很頭疼 但這次成功守住了 好想要剩下一滴血 這邊嘗試要從後面再來一次 哇直接後面開都直接都到一下就倒了 好另外一台可能有點困難 還得要上線一打 但是後面級兵數量太多 上面沒有控好直接射城堡傷害 裡面住進20隻的馬弓 這個箭矢數量非常多 就等這邊還能繼續打嗎 馬弓 還是要繼續打標旗兵呢 標旗兵慢慢摩死對手 有想法 那目前越南人比較麻煩是他的野精 目前是被控的 也不算被控吧 就是Jordan現在控圖控得比較好 上面這個位置 那下面這邊也是都已經挖完了 所以越南人的黃金總數量 可能會比Jordan這邊在手上一些些 雖然只有紫幣技術 所以不太害怕後期沒黃金的問題 但是短期之內黃金插造成的一個結果 可能還是會蠻巨大的 畢竟人家黃金多 出的兵就是會比較厲害一點 這邊砸了一發 重頭砸還是比較舒服的 這邊立即反擊 直接解決掉了正面的馬弓 跟這些馬在的標旗兵 這邊造成了蠻大的一個打擊 但Jordan這邊不小心失落 直接把村寶裡面的 重心馬弓全部放了出來 直接進行反擊 這邊偷偷能不能砸 又砸到一個大碗的 又直接倒了一片 這邊疾兵雖然出來可以擋 馬扎爾標旗兵 但是遇到馬扎爾的馬弓 就會非常難受 變成暗險戰術打疾兵有怪傷害 直接倒光 看來越南這邊直接全爆了 上面三台巨頭也偷偷拆掉他的城堡 直接打出一個缺口 越南這邊直接打出了拒絕 沒想到這個中頭真的溢出來 越南的毛兵們 還有工兵們也是擋不住 這50D的溢發傷害 所以這個打對方的戰毛兵跟工兵 越南人的還是要剩一下中頭 這個中頭剩一下 直接很舒服的 直接推掉對方的工兵陣 雖然馬扎爾這邊也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但這邊轉出這個工程性來說 真的相當關鍵 不過也是因為究竟這邊空圖空得好 早就把這個外面的野獎 空得一乾二淨 讓對方沒有機會可以打出這個經濟槽 如果讓越南這邊空到兩塊金的話 可能待會大象就出來 自己的中頭也不好出 可能就被碾壓回去 是有可能的 畢竟目前究竟這個組合 遇到大象是不太好處理的 雖然祖宗馬公打大象的攻擊力是蠻好的 但血量優勢的關係 如果數量一多 很容易還是會被帝王戰馬 配這個大象的一個反擊 推回去是很有可能的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越南人 這邊拿下木頭的一個勝利 拿下快一萬多 但這邊馬扎爾 這邊是拿下快要大概約7000左右吧 黃金素其實看起來差不多的原因 是因為紫幣技術吧 我猜啊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 究竟這邊還沒有挖完的關係 越南這邊也沒有挖完黃金 然後又紫幣技術加成 但石頭這邊明顯就有差距 因為究竟這邊是由先挖石頭的 把石頭先挖乾了 剩無四個沒有問題 紫幣技術 好吧 那目前看起來這場越南 沒辦法拿下比賽 應該還是轉兵的問題吧 這個毛兵 毛兵最終還是不能當主力 還是要拿一些大象 當主力前壓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還是 Padilla 記得按下這支影片 記得按下這支影片 按下這個影片 我們有訂閱幾個分數 我們可以教他